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其实他们都在跟时间赛跑 蒋万安把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戒严改成威宣统治 时间从38年到76年延长到34年到81年 因为内乱外患罪被没收财产无罪确定之后得请求返还 也增加更具体细项 根据促转会统计政治犯被没收财产经军事审判的有145人 没被审判就被没收的无法统计 被没收的土地则有500多笔 不过蒋万安亲自修法要平复两奖时期没收人民财产 也被质疑是为了2022台北市场选举 衰开家族原罪 就是论事 我觉得对的事情就应该坚持 所以三年前我就是对第六条投下赞成票 延续一贯的立场 传出党内资深立委私下轰他 为了抢遣绿票 却会合理化绿营对两奖威权指控影响到深蓝支持 党内我最少我不知道他要提这个案子了 委员要提什么案子我们尊重 不管什么样的动机甚至包含跟选举有关 我觉得这一点都值得鼓励跟肯定 那也希望说国民党内部 内部的其他的委员们 那不要再挑三拣四 蒋家后代要替两奖时期受难者贫富权力 被质疑有选举政治目的 甚至连来营内部都有杂音 三立新闻陈军杰周年台北报道